我們的保衛食材是什麼呢 就是水果之王 果中之王 酪梨 酪梨含有非常豐富的單元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它其實可以幫我們的胃 刷上一層保護膜 這個減少胃潰癢 因為它是算水果裡面難得含有這些脂肪的水果 我們剛才講我們要維他命C 你又有一些好的必需脂肪酸 那酪梨大概就可以提供 又有C 又有B1 又有B2 又有B6 所以它還有很好的膳食纖維 然後它還有一點蛋白質 所以對腎臟病的病人也是可以吃的 好 我們用豌豆苗 豌豆苗也是我很推薦的蔬菜 因為小孩子有的不太愛吃蔬菜 我們打精力湯的時候 豌豆苗它完全沒有味道 營養又很豐富 那這個鳳梨有的人說會掛味 可是我吃我的精力湯裡面都有鳳梨 後來我發現它豐富的酵素其實幫助我消化 反而可以緩解胃的毛病 當然最後的就是我們講蘋果 豐富的果膠 天天一個蘋果醫生遠離我 而且還不僅是醫生遠離我 而且我覺得它還會讓你漂亮 因為它會讓你排便很順暢 讓你腸胃非常的好 最後我們還再加上一點堅果 其實堅果就是我們要的那些 所謂的必需脂肪酸之外 就是有味 不用 你不會就像剛才中醫師講的 你如果怕你自己胃太胖的話 加一點那種油脂類的代言一下 它就可以改善一些 或者你還可以加薑 如果冬天的話就可以加老薑 然後我們再加點水 把40秒就好喝的精力湯囉 哇 好美的顏色 我每次覺得說用食物 來幫我們自己養生 或者預防疾病真的是最好的 好 我們來喝一下 味道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綿密 所以對你的胃沒有負擔 不過即使是這樣子 喝的方法也很注意 尤其是胃痛的人 好 你看我怎麼喝 要攪一下 還是要細攪慢驗 讓它跟唾液充分混合 讓我們的澱粉煤幫助消化 不要就這樣扭飲下去 我覺得胃痛的人 就千萬不要喝那種果汁 沒有渣的那種果汁 那這樣子其實因為它的果酸 還有果糖就更刺激 然後沒有纖維保護 然後也會讓你血糖升高 所以這樣子呢 其實是又蠻有飽足感的